这是连外皮都软到极致的生吐司 是每家烘焙店价格最高的生吐司 生意味着隔夜依然柔软 它要求高温快烤出极致柔嫩的口感 连边边都是特别柔软的 并且不寒淡,奶香味醇厚 一片片空口吃都极其的耐吃 更推荐我最爱的吃法加橙子果酱 入口绵软一化,酸酸甜甜的 准备材料也很简单 我带你学手揉触摸最全面的技巧 闭关在家的你啊,一定要试试看 先来手揉面团 高筋粉加糖先拌匀 给中间开个窝 在中间倒入牛奶 淡奶油 炼乳 加入耐高糖的酵母 先把中间的材料用刮刀搅拌融化在一起 然后再慢慢的把四周的面粉啊 拨到中间来 和液体混合 这时候是最粘手的阶段 咱们现在不需要揉面啊 展示先不要揉 跳过最粘手的一步 揉面就会省事很多 现在第一步的目标就是拌到没有干粉 整体的面团看起来都湿润了就好 不要再揉了 盖上湿布 冰箱冷藏 静置至少30分钟 我放了30分钟 面团通过初步的水盒产生筋性 并且温度比较低 面团在低温的时候揉面就不会那么粘手 我提前在台面上喷了点植物油 能很好的防粘 趁着低温先把面团揉错的更加均匀一些 这样可以确保里面所有的材料混合的更均匀 搓匀以后啊 就可以开始摔打面团了 你看它已经很有韧性了 现在揉面会很累 所以在比较坚固的台面上 使劲的摔打会省力很多 开始计时摔打5分钟 看看效果 往前甩出一头 手拉住另一头 相互的拉扯 然后收回来继续上一步操作 就这样成团甩出去 拉回来成团甩出去 5分钟内要连续摔打面团 如果你中间停了一会儿 那你就要自觉的把停的时间再加上来 摔得慢且力度小的话 可能需要摔打6分钟或者7分钟 刚刚摔打完面团 不着急扯开膜 先盖湿布静置5分钟 5分钟后再来扯开看 会更接近面团真实的状态 你看 现在拉扯一下 能感觉到它拉扯出一个比较薄的膜 而且比较有韧性了 戳开一个孔呢 它基本上是圆形的 脖口还是有锯齿状 现在把面团摊开 摊得大一些薄一些 抹上黄油和食盐 先把盐和黄油在面团上混匀 然后把面团再依次的卷一下 包裹住黄油 这时候最快最匀的混合手法就是双手去抓捏 要不说揉面很减压呢 就这给我锁厨房里玩一天面团 我也不会累 有没有同款呢 今天呢我揉面是戴了一个手套啊 手套的作用还蛮大的 不大能防粘 而且还能隔离手掌的温度 不会让面团升温那么快 不过手套最好选择大小合适的 我这手套有一点小 但是小笔大好 要更贴合手指 不会有褶皱藏在面团里面 软刮板也是揉面的最强辅助 最开始混合黄油的手法就是抓捏 切碎 揉搓 两手同时揉搓也可以胜利 它现在看起来是很黏啊 但是其实还好 加了黄油后 你的手呢明显感觉到面团软 但是不粘 搓一会儿啊 就看不到黄油的亮光后 咱继续开始摔打了 还是计时五分钟 在这五分钟里专注的摔打面团不要停 速度适中就好 啊五分钟到了 没玩够啊 但不要贪玩啊 我们先看看面温 再把面团呢 再给它摔打收圆 你看啊 你看啊 现在这个面团一拉扯 还是能看到很多裂痕 说明它韧性还不够 我们测量一下温度 这时候温度不要超过二十四度 面团冷藏五分钟 如果这个面团超过了二十四度 你就要把它放在冷冻五分钟 好五分钟到了 把面团取出来 然后这时候你就发现了啊 面团现在又光滑 延展性也变好了 现在拉扯一下 是不是就能拉出薄膜 并且破口也比较圆滑了呢 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现在摔打个四五次 折叠成圆形 这次摔打只是为了滚圆 不要再摔打太多次了 次数太多 面团还是会继续开裂的 来增加操作难度 滚圆就行了 在室温下发酵一小时 想要测试发酵好没有啊 可以用手指沾面粉 按压出不回弹的指印 就证明它发酵好了 稍微的排掉大气泡 看到这里睡着的同学 你醒一下 我都快把自己说睡着了 面团分割成四份 今天的材料啊 可以做250克吐司两个 或者是450克吐司一个 如果做450克吐司的话 可以平均分成三份 每一份面团 轻拍掉大气泡 滚圆 四份面团一次过圆好 室温松弛25分钟 好25分钟到了 来第一次擀卷 先把面团拍扁 擀面杖从中间开始往上 再从中间开始往下 松弛好的面团是不回缩的 面团回缩严重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面团海水量太低 第二是松弛时间不够 松弛的更到位一些最好 擀面需要留出一定的厚度 不要擀太薄 翻面 然后第一次可以这样松松的卷起来 卷宽一些 方便第二次擀卷能有一定的宽度 也可以限制二卷擀得太长 松弛时间呢 其实比较弹性 依室温不同 一般是15到30分钟不等 室温越高 松弛时间就相应越短 可以灵活的调整 第二次擀卷就比较重要了 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吐司的外形和组织 不要擀破以及尽量使面团长度不超过28厘米 卷的圈数呢 不超过三圈 翻过来 底部拉宽拉薄一些 然后用八根手指做两尺 中间厚两边薄的卷下来 最底部稍微拉伸一下再卷 不要让接口处囤太厚的面团 放进吐司盒时有一个小技巧啊 可能很多人不在意 但是它非常影响吐司的组织 来看一下啊 这两卷面团最底下这个接口 假如接口是向中间的 那你最终烤出来的吐司打开以后 内部就是这样的 拉丝不顺畅 底部中间会有空洞 所以要把面团底部接口朝下 并且相对贴着外沿 那这样呢 你撕开看一下 拉丝就会顺畅很多 这些非常细微的技巧 不注意真的会错很多年 看到这里就懂了啊 就不会再错了吧 在做的时候 稍微注意控制一些 就能得到更完美的吐司 发酵可以在烤箱里完成一大半 烤箱中放一盆热水提高湿度 发酵到8分满就可以取出来了 预热烤箱 我这个有点发大了 注意预留时间给烤箱预热 生吐司底部呢 就是要快烤 特别的嫩 皮极薄 但是嫩出炉也容易塌 所以出炉时最好先倒放 不要先摸它 晾凉以后再翻过来 如果是新手啊 注意高筋粉的选择和水量的控制 所以特别好吃 一定要做 记得交作业 并at维莎妮做面包好吗 我只要看到啊 就会点赞 并认真回复皮改作业 那今天就到这吧 我是维莎妮做面包的山妈 我们下期见 拜拜